俄羅斯黑海艦隊的潛艇射出這枚飛彈 他們說攻擊的是烏克蘭的軍事設施 只是這一天在馬里烏波爾的亞素鋼鐵廠裡 還是能聽見炮聲融融 亞素鋼鐵廠已經被俄軍圍困64天 馬里烏波爾市市長說 死守在場區內超過3000名烏克蘭軍民 他們的生活條件簡直比活在地獄還要糟糕 就連吃過各種苦頭的海陸軍官都說 不知道他們還能在鋼鐵場裡撐多久 因為就在這個禮拜三 二軍的飛彈命中了鋼鐵場裡的野戰醫院 馬里烏波爾市長說 那次攻擊造成至少600人受傷 而且因為場區內缺水缺糧更缺藥物 協助鋼鐵場裡的平民百姓撤離 已經是當務之急 只是在情俄媒體眼中 俄軍可是拯救人命的一方 大陸環球新聞網記者就說 他們在馬里烏波爾 收到俄軍開放人道走廊的手機簡訊 但亞素營官兵的家屬卻說 這可能又是俄軍誘敵的軌跡 畢竟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說 烏克蘭人道走廊的安全 根本不關俄羅斯的事 隨著時間一天一天過去 亞素鋼鐵場內的狀況 只怕會比地獄還要地獄 TV新聞綜合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小鈴鐺